老爸是辆单轮摩托车 儿子一抬脚就骑了上去 可刚想启动 老爸就出现了故障 怎么都打不着火 或许是姿势不对 那咱们同事 只见老爸将手握住前轮 后脚搭上后轮 儿子又骑了上去 可这次更惨 摩托车只是叫了几声 就没了声音 真的把老妈急坏了 因为他刚刚化了最精致的妆容 着急去菜市场买菜 老妈问还能启动我 儿子说别担心 老爸肯定行 结果就这么用力一拟钥匙 突然摩托车的后面 就窜出了一杆黄烟 那味道比黄鼠狼的气味都重 这就把老妈给熏完了 原来是排气管道被堵住了 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但骑到后又很快就熄火了 儿子怒了 决定给家里换台车 万万没想到 买车还挣鸡蛋 更可怕的是 鸡蛋里还能孵出小霸王龙 好奇的男孩决定饲养他 从此他就走到哪里 都要带着小霸王龙 还经常扮成恐龙 陪他在家里玩 别人家出门都是遛娃遛狗 而他却是遛霸王龙 笑得周围的人都开始四处逃窜 很快霸王龙就长成了少年的样子 整天除了吃就是睡 每天还要听摇篮曲 简直幸福极了 可这天 男孩却遇到了小霸王龙的妈妈 他以为会和小霸王龙一样好相处 结果下一秒 又被吞进了肚子里 这是一个极其不平等的世界 上等人可以随意踩踏下等人 在这里 一出双就被划分了身份 头顶一道杠的人就是上等人 三道杠就是下等人 一道杠的婴儿随时有专业的人照顾 而三道杠的婴儿 无论怎么苦闹都没人理会 侥幸活下来的三道杠 会被分配到最底层的地下室里 而这里到处贴着等级标识 时刻提醒三道杠的身份 所以他们遇见比自己杠数低的人 都要卑躬屈膝 替他们做更繁重的工作 他们每天的食物就是这种 按下键子就会送上来的 单一的吃到兔的肉饼 更可悲的是 只要遇见二道杠的人 他们就必须立马起身让座 自己站着吃 就连小孩子都可以随便欺负他们 只因为他们是 无人敢招惹的一道杠 大吉再也忍受不了了 他回到了房间 蜷缩在角落里 抱怨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他做梦都想进入VIP房间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还给了他一块橡皮 居然替他擦掉了脑袋上的一道杠 他成功的变成了二道杠 此时他也傲娇了起来 三道杠看见他 也开始卑躬屈膝 大吉高兴坏了 他急忙走进了那个梦寐以求的VIP房间 却让他大吃一惊 这里所有的二道杠都在服侍一道杠 原来自己还是摆脱不了敌人一等的命运 于是他又擦掉了一道杠 果然大吉再一次进入房间 二道杠就开始献上谄媚的嘴脸 还邀请他上座 他将脚重重的踩在二道杠的头上 不可一世 大吉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待遇 和过去受尽欺负的自己比 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可下一秒 他就被一根管子吸进了管道里 经过重重加工 居然变成了三道杠的食物 强求来的东西果然不长久 那么你认为他们都是什么身份 几道杠又才是最厉害的那个身份呢 欢迎评论 乌娃老大爷撞上了一辆豪车 瞬间就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老大爷心里咯噔一下 马上下车查看 华恒急神 这可怎么办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车 但他知道自己根本赔不起 这时后面的车不停的催让路 慌忙的老大爷顾不了那么多 赶忙骑车逃跑 没一会儿 车主回来 刚开车门 就发现了那道划痕 气氛至极 看车的老王赶忙上前查看 就要让老王负责 老王也表示自己不背这个锅 又不是我蹭的 但车主根本不听 他说你们看车收费 我交了钱 出了问题 你们就得负责 而那一边 老大爷死死的掐着银行卡 取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 但这肯定远远不够 没有亲人的老大爷 只能去找老板见 但老板一听是豪车 根本不借给他 以老大爷的收入 不吃不喝 也还不起 还说让他不要回去 有一再三 老大爷还是赶了回去 车主看见老大爷 他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子 可怜的老大爷 颤颤巍巍的 拿出自己仅剩的三千块钱 车主一看肯定不够 如果这点炸药能给修好了 我他妈随你信 老大爷又拿出了自己的买药钱 一旁的大妈看不下去了 一个清洁功能有多少钱呀 还是个无亲无故的老人 就算了吧 可车主却不依不饶 可怜的老人一直在颤抖 根本不敢说一句话 车主又恶狠狠的 说什么都不行 刚说完 他就拿出车里的铁棍 看车老王赶忙上前阻拦 他一把拽下了 他一头乌黑的头发 一旁的人都传来了刺耳的嘲笑声 这下完了 他更愤怒了 说罢就轮起了铁棒 大爷更是吓傻了眼 哄汤一声 原来砸到了清洁功的车上 咱俩炒平了 众人赶忙扶起大爷 而车主早已上了车 大家纷纷鼓起了掌 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钱 望着远处满湿泪水 好人一生平安 小罗利在沙漠上发现了一只手 他好奇的摸了一下 手竟然活了 小罗利拼命的敲打道 没一会儿那手又不见了 突然从沙子里 钻出了个手持重枪的蒙面怪物 小罗利吓得连连后退 怪物拿枪对准了他 小罗利连忙解释 说自己迷路了 找不到一个亲人 怪物这才放下了枪 小罗利邀请他跟着自己一起走 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的 到了晚上 他们就一起休息 就这样 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但好景不长 天一亮 小罗利就被坏人抓走 他不停的喊着怪物 怪物被惊醒 直接追了过去 一枪就打死了一个人 其余人吓得赶忙逃跑 要获救的小罗利 却咳出了血 他生病了 只有穿过鲁特人的领地 才能找到救助站 鲁特人又很凶残 他的妈妈就是被他们杀死的 但怪物表示很坚定 一定会帮助他 于是他们踏上了征程 没过多久 就走到了一片废墟 这里到处是被暴虐过的痕迹 还有一块烧焦的头骨 小罗利捡到了一顶幸运帽子 将它送给了怪物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鲁特人的领地 小罗利想要偷偷跑过去 却摔倒在地 怪物赶忙扶起他 还是被鲁特人发现 他们抓走了小罗利 怪物立马起身追了过去 一路机枪扫射 子弹没了 他们提起60米的大砍刀 从黑暗里走出来 对着变异人 就是疯狂输出 眼看小弟全部倒下 首领羊头怪冲了出来 一拳一拳地重击在怪物身上 刚才已经消耗大半体力的怪物 根本不敌羊头怪 他一拳又一拳地打在怪物身上 最终他倒下了 羊头怪更是摆出了 藐视万物的姿势 就在羊头怪要打死怪物时 他听到了小罗利的呼救声 那是他的信念 他要带他回家 于是他紧握拳头 再次反击 这次他拼尽了所有力气 将羊头怪打倒在地 他拿起赤焰之剑 狠狠地刺中了羊头怪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他救下了小罗利 但小罗利已经奄奄一息 怪物抱着小罗利拼命地走 偷着满身世上又精疲力尽的身体 从白天走到黑夜 又从黑夜走到黎明 终于他支撑不住自己 重重地摔倒在地 他死死地抱住小罗利 眼睛里已经掉出了黑纱 他用最后的一丝力气 将小罗利送给他的帽子 戴在小罗利的头上 自己却在黑暗中化成了沙土 终于白光中出现了人影 小罗利得救了 原来小罗利一直被遗传的病痛折磨 活在逝去妈妈的阴影里 恐惧让他不敢踏出房间半步 但这次他勇敢地说 他打开了那扇门 那怪物一直活在他的心里 他要用怪物带给他的坚强 和勇敢 战胜一切困难 这是个成精的魔方 看见落单的小姐姐 他就会悄悄跟上去 然后再跳上离女孩最近的地方 轻轻用力一敲 女孩猛地就被他吓了一跳 随后魔方又快速跳下椅子 转起了圈 像极了可爱的小狗 女孩被他萌化了 于是便放下手机 好奇地摆弄起了魔方 很快他就凑齐了黄色 可当他想要拼凑别的颜色时 黄色也跟着被打乱 女孩怒了 狠狠地甩开了魔方 原来女孩本就工作不顺利 加班到很晚 好不容易才可以回家 又没有赶上地铁 所以他很气愤 他拿起手机 玩得最泄愤的粗暴游戏 可这根本缓解不了 他焦躁的情绪 就在这时魔方出现了 可现在他却将魔方 狠狠地甩开 尽管魔方很痛 但他还是想治愈女孩 于是他又一次奔向女孩 这一次 他跳到了她的身上 他努力地扭动自己 提示她 看着有趣的魔方 女孩关闭了手机 他拿起魔方 再一次尝试拼凑她 这次女孩很认真 他忘记了手机里的游戏 全身心地按照 魔方的提示操作 他也似乎忘记了时间 很快下一班地铁 马上就要进站了 魔方生怕女孩分心 就突然跳跃起来 他努力地重复拼凑步骤 试图再次吸引女孩 女孩焦躁的心 也终于安静下来 他闭上了眼睛 忘记一切烦恼 只记得每一个魔方提示的步骤 突然 女孩恍然大悟 他完美地拼凑了整个魔方 这时地铁也刚好进站 但女孩却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魔方像死了一样 女孩只好将魔方放在椅子上 自己奔向了地铁 女孩不停地回头 可魔方却说 再见了女孩 希望你带着这份平静的心态 快乐的生活 突然 一个男人又出现在了地铁口 他愤怒地将公文包摔在地上 令人烦躁的文件洒落一地 这时魔方又一次复活 他将自己浑身的颜色打乱 飞奔了过去 他也将会用浑身的力气 去治愈这个男人 甚至每一个人 这个男人马上要遭殃了 他刚把被他撞死的尸体 藏进后备箱里 就遇见了查酒驾的警察 他很慌 想倒车逃跑 警察却已经发现了他 大山之后强装镇定 他小心地摇下车窗 对着警察说自己人 但警察根本不相信他 看到慌张的样子 硬是想多留他一会儿 刚准备放行 警察却发现了不对 他悄悄地走到车前 此时大山的表情 想挤了你手机里的 第五个表情包 他迫不及待的 想一叫冲出去 突然警察吹响喇叭 叫他立马下车 他尸体还在车上 怎么办 大山再次强装镇定 面对一群警察 说自己家里老母亲去世 着急奔丧 能不能通融下 但警察并没有想放过他 由于太紧张 大山还多报了一位身份证号 这下警察更起了疑心 说吧就要检查他的后备箱 大山慌了 直接上去阻拦 可猛虎终究是架不住一群狼 直接就被电晕了过去 就在他们要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上头传来信息 确定了他的身份 而且职位很高 大山气急败坏的训斥他们 但尸体毕竟还在车上 他不得不赶紧离开 他必须要给母亲盖好棺木后 才能去处理尸体 然而不出意外的 出了意外 他接到同事的信息 说他们贪污受贵的事 被发现了 还要搜他的车 那尸体到底该怎么办 大山彻底慌了 突然他听见通风管道 有水滴声 那一定直通外面 通风口拆开 将遥控玩具扔进管道 再将尸体塞进去 然后再买来大批的气球 用钱支走入练师 再用气球将监控挡住 拆开屋内的通风管道 操控玩具 试图将保有尸体的绳子 拉进房间 然而玩具却出了意外 大山顾不上那么多 赶紧撬钉子 巨大的响声 还惊动了看护 这个男人正在撬棺木上的钉子 他要把自己撞死的尸体 藏在母亲的棺木里 而且必须在12点前 因为接到举报的管理 很有可能提前查房 就在他以为自己成功时 突然那具尸体的手机响了 眼看接到举报的管理 正在逼近 他只能不停的 请求母亲帮帮自己 果然管理扭开门时 手机没了声音 大山这才松了一口气 母亲成功入土后 大山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 把自己的造势车 神不知鬼不觉的恢复如初 而他们贪污的是 因为金额比较小 上头让他们抓一个杀人犯 还将功不过 大山一看傻了 这不就是自己撞死的人吗 大山又一次陷入了恐慌 他们迅速冲进了对方的家里 并没有发现他们想要的信息 但大山却发现了一条狗 那条狗正好在那一晚也出现过 于是大山跟了上去 来到了车祸的马路 急刹车的车轮痕迹还清晰可见 突然一名警察就出现在身后 刚好也是来搜集证据 还说有人报案 说前天这里发生了车祸 还看见造势者 把尸体装进了护壁箱 大山听后顿时挤备发凉 抬头一看还发现了摄像头 这下完了 好在天色太暗 根本看不清车牌号 大山这才松了一口气 准天大山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上来就直接说 亲眼看见你藏尸 大山直接惊慌失措的挂断了电话 没一会儿手机又响起了震动 悔恐同事怀疑 大山接起了电话 质问对方想要什么 对方说想要那具尸体 大山根本不想理他 要报案到就报了 不会等到现在 于是报案人再次打来电话时 大山将电话搁置在一旁 这下可激怒了对方 一个大背头直接冲进警局 把大山一顿胖揍 还说自己认错了人 但大山知道那是警告 于是大山尾随他来到了卫生间 一把就把大背头按在墙上 那大背头也不是吃素的 大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反倒让他吃了一吨的马桶水 大山知道那尸体一定有秘密 于是趁夜黑 他挖出了尸体 这时刚好有人打来电话 一听就是这个人的老熟人 于是他利用自己身份的便利 迅速找到了通话那头的信息 在大山的威逼下 这个身披绿色战衣的男孩 说出了一切 原来大背头是个腐败警察 他利用自己的职务 回收大量的毒品 加工后再卖给自己经营的娱乐会所 他们把赃款藏在一个金库里 阿威想独吞这笔钱 于是带着钥匙跑路了 也成了大背头追杀的对象 知道真相的大山 回头就去搜找钥匙 还真的在屁股下找到了 这可藏的够隐秘的 然而就在大山准备看个究竟时 他的同事赶了过来 原来他发现造势者的车牌号正是大山的 本想将他带回警局 但毕竟多年的交情 死者又是个杀人犯 于是放过了他 可突然就接到了大背头的电话 大山刚下车 一块巨石就把同事砸成了肉饼 大山怒了 说要举报他 但大背头早已提前埋伏在他的家里 并让他的女儿作为妖邪 还说看不见尸体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的女儿 大山只好答应 将尸体交给大背头 但大山动了心思 在尸体的屁股后装上了炸弹 大背头得到尸体后 正准备高兴离开 大山直接引爆了炸弹 可还是草率了 大山一开门 大背头竟然出现了 两人直接扭打在一起 大山直接躲进了房间 谁知大背头也不是吃素的 就在这时 大背头发现床底下的枪 两个人都开始努力的争抢 经意外扣动了扳机 大背头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把自己打死 第二天 大山主动自首 还交代了所有一切 没想到警局决定 攻过乡地 放过大山 隔天 在祭拜母亲时 还意外在女儿的玩具里 得到了那把钥匙 找到进库后 输入密码 避免居然全是马尼